2023年的6月16号 两次终于突破了趋势 这差不多十多天吧 好我们继续 它是在最后的十分钟都无法确定 到今天下午的14点50的时候 当时的价格 当时的价格还是在3273的 当然说法的时候也在3273 可是我们说了 14点50的时候如果不确定 最后十分钟之内都不能确定的话 当天是不操作的 等到当天收完盘之后 次日下一个交易日再进行操作 下一个交易日的早盘 也就是说下周一 因为今天收盘之后是超过过趋势的 请看文大人 这一一张图 今天没有做其他的图 就做了这张图 这是明显的过趋势 明显的过趋势 然后它的线从蓝色线变成粉色线 蓝色线变成粉色线 好吧 过趋势了 下周一的早盘 无论怎么开盘 是高开 是低开 是平开 都满堂 还是符合买入标准的 能理解的答应 但你今天下午买 是不确定它一定会突破趋势的 是吧 你看你部分的指数 最后的十分钟是下跌的 最后十分钟一下跌 你说你买进去了 到收盘的时候 没过趋势 这么尴尬 对不对 你感不尴尬 所以你就不如等它收盘之后 然后再进行确定 现在过去是只过了三个点 对吧 你早慢一点 晚晚一点 下午14.50分 也是这个价格 收盘的时候 也是这个价格 但是收盘的时候 它确定性出来了 因此周一的早盘开盘 即买入 你也不用管它们高开还是低开 首先它调整周期 走的时间太长了 首先调整周期走的时间太长了 这一波咱们其实 逢低买了一部分 过去是又买了一部分 逢低没办法全买 因为从上升指数的角度来讲 没有任何的买入条件的形成 我们逢低买入还是属于微调 但这不关键 这不关键 关键在于 二浪调整走了90多个小鱼 它没创新第一 它就是二 只要不创去年10月31号 新第一它就是二浪回调 后面起来就是三浪上升 二浪回调就这么大 三浪上升会小吗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如果二浪回调90多个小鱼日 速度又平而无力 三浪一旦起来 它会小吗 能理解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三浪的规模在 我们又何必在意那一乘一池的格式呢 所以我对于二浪 今年整体有一个判断 就是五个字 你们还记得吗 五个字 差不多就行 没必要非得买到最低点 没必要非得追求 是吧 特别好的确定性 你说这没有结构 我们再等等 是不是后面 这个地方上去了之后 然后再下来不就有结构了吗 没必要 早买点 晚买点 多买点 买点 关键在于 买进去 是吧 买进去 差不多就行 对 差不多就行 然后呢 核心呢 就是不能错过三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从春节回避到现在 你看看大部分的个股 你看看大部分的指数 能够回避到现在再满仓 一定是不吃亏了 一定是不吃亏了 但在这个地方满仓的人不多 有钱在这个地方满仓的人也不多 好吧 咱们抄底抄了几次 是吧 不对出来 然后呢 上大上周 我没有抄 日线的序列B9 但是上日指数是 B9是没有规则的 今天才符合规则 底部是没有结构的 今天才符合规则 那么按规则也是 也是应该满仓的 已经过双趋势了 也是应该满仓 也没啥好说的 所以下周一开盘 记满仓 好吧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达一开始 三也有可能比一慢 目前来看呢 三如果起的话 规模不会小 时间长度 速度比一慢是有可能的 但时间可能会比一长 这次成功率大吗 加点我说过脏话 我说如果趋势过去了 还拐什么成功率是不是 还拐什么成功率 趋势过去你买不买吧 我就说你现在趋势过去买不买 你就知道成功率低 你就知道趋势突破的成功率低 你也买不买 但这波我觉得成功率不低 有很多的原因 是吧 很多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调整度期过长了 基本上一个59天的上升 对应了30天的调整就差不多了 59天的上升 对应了90天的调整 那活见鬼了 那真是见了鬼了 90天的调整总不能没有结束日报 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挺有意思的 是吧 下跌然后横 底部始终离不起 然后现在突破趋势 这种走势是很诡异的 很诡异的走势 但这种诡异的走势往往后面 航行 因为它出乎人的意料 航行的规模都不小 所以呢就是 你就不管什么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说 最主要调整时间 周期过长 一旦起三 三的规模不会小 一旦起三 再无低点 对吧 你以后想满仓 找个低点满仓 对不起 不给你低点 没有了 大家看图了 我说鬼意思是说 跌下来之后 是吧 在这一直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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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时间 你不觉得对吧 按理说 然后呢再突破趋势 就是你越想要有结构 这么长时间一直不给你结构 你不靠心低 然后突破趋势 如果只看上升日数 是不该卖的 也不能对吧 也不能只看上升日数 其他的指数 那么绝大多数呢 都是调整周期 位置很好 就其他的指数 这个春节之后卖 然后到现在买 那位置相当好 就大多段做的是相当好 你会觉得占的便宜了 占的大便宜了 上升日数虽然说 但也不吃亏 上升日数 但你说的我能理解 就是只看上升日数 你可能不敢买 也不是不敢买 就觉得没有那么大便宜 对不对 上升日数也不吃亏 但你看其他指数 你就觉得这个地方买太舒服了 对吧 整个一套不断回复过去了 这个地方买太舒服了 三浪 三浪有可能四个月以上 四个月 爽不爽 舒服 舒服 伺不伺计 该不开心 也代表 一旦在起三浪 后面这一段是最上舒服的 只是没起而已 对吧 没起不太好 没有啊 没有的话 老师负责是吗 不负责 该不负责 个人关联警控参考 如果不起三浪 该不负责 就这样 心里就心里不心拉到我 反正我负责任 没听过一句话吗 男人都是大主题子 从不负责 从不负责 该得嘴 该买的要买 对吧 其实我说今年的行情 咋出关呢 春节之后到现在太折磨人了 我自己都觉得很折磨人 但没有太好的方法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我也很少在学员区里安慰大家 第一个呢 我觉得安慰 这个行动线太弱 我们不要飘悍 不要强悍 你这这个还什么有些老师还什么 失声痛哭什么的 这我还没掉 脑子掉了碗大的巴 不大点事 这基本上我没有那个情况 不安慰 反正你要在学员区里表现出极弱的那种 我只会让你更崩溃 我只会让你更崩溃 那么给你展现出来的就是 我们有强大的自信 不管行情怎么样 我们能建立起竞争优势来 要有强大的自信 预计啊 四个月左右啊 预计 如果起站到四个月左右 预计啊 那不涨 对吧 不涨我也没办法 我们只是对于未来有一个预测 去年对今年也有一个预测 对吧 整体来讲也没有判断 今年已经是牛市 但是今年是牛市初期 我说这个今年下半年 应该收高的 我们现在判断后面 差不多四个月牛市 差不太多啊 差不太多 现在是六月份了嘛 算七月份的话 四个月就十一月份了 明年的发展 牛市初期走完 进入到中期之后 有可能出主生 搜搜搜搜搜搜的那种 那才叫主生 对吧 这话一说了呢 很多人就就就就就 好像一旦没有起主上的时候 又来怪我 所以呢 我就说 我现在每个节目 我这句话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我记得一几年 17年对吧 17年我当时也是判断 市场是处于周渐的上升 上升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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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是有可能成为主声的 周线的第三浪 那三浪如果不容易成为主声 那哪个浪是容易成为主声的 但是19年1月份是一浪 然后回落 然后起三浪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 做了大量的估值奇迫作战 这个跟咱们学院说过 我自己也是看好的 不看好我能做多吗 但那一波涨幅 没有想象的三浪规模大 但是你如果看护身300 看上阵五零 你看它是不是主声 主声浪 这历史上都可见的 你把它图放到周线 然后从90年到现在 历史上可见的这种行情规模 可是呢 仍然有些人不满意 那么对于明年 比方说啊 如果咱们都是好说好商量的 比较通情大理的 那对于明年 我可能说的就会更肯定一点 那现在来讲呢 就是部分的学员就这个样子 对于明年呢 咱就说的保守一点 是吧 保守一点 我说 我说牛市中后期 才是真正的上升 原因呢 是我们去看 6124行情 3478行情 5178行情 这三波最近20年 三倍的指数行情 都是后面涨得快 前面涨得慢 全部都是无一例外 因此我们推算出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 26个月的扩床期 牛市的上升期 那么前面涨得慢 就是今天涨得慢 后面涨得快 仅此话到这儿 仅此而已 话不多说 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好吧 该不负责 男人都是大主题了 求我的话 该不负责 而且这不就拉倒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知道绝大多数人 是不会满意我的 满意我的人 差不多有1% 你把人出一 这不会特别多 但是就是说 这1%的人 可能会觉得我在害的 你说我这这么多年了 我害过谁 这些航年的判断 我们会有判断 但是你像去年 去年本来我们判定的是 去年上半年涨 下半年跌 或者上半年跌 下半年涨 半年航行 它也有推量的原理 但是去年当趋势破位的时候 我是严格的按照趋势 进行操作的 我有预测的部分 我也有确定的部分 注意一下 我有预测的部分 我也有确定的部分 预测的部分和确定的部分 都要有 预测的部分 找远于未来 很多的时候 我们大的方向 是很重要的 假如说我们 只是按确定的部分 去年的10月31号 就去年的最低点 我们不能超四层 不能超重厂 超流程床进去 那种空厂 超流程床进去 因为那个下跌 是没结构的 然后那个下跌 速度又快 日线判的只是 三辆的地点 但是正是由于 我们判断 我们预测 未来20多个月 都是上升周期 你这个20多个月 的上升周期 的大地点 是不容有失的 我宁可买早点 但我不会不买 这就是预测 给我们带来的 战略性的执行的意义 包括底方的配置 等等等等 这都属于预测的部分 但是你预测的部分 它有时候 行情不那么走 然后我们再用趋势 跟随规则 来防范 系统性风险 这就是确定性的部分 所以今年春节之后 到现在我们 一直在做防范 防守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所以这个战略意图 包括这个战略周三 我们那天讲的 这个战略意图 你可以回过去 在停止那天的课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只有 确定性的部分 或者是跟随性的部分 没有预测的部分 这也是不对的 预测的部分 还是要有 它决定一个 战略方向的问题 好吧 怕埋怨的老师 不是好老师 我能不能讲究方式方法呢 我有时候 队学员队的有点过 大家知道吗 然后我后面就在反思 我说咱能不能 队的稍微轻点 这就在讲究方式方法 是吧 那么假如说 容易被埋怨 那么好 我能不能不说 那么远的事 我今天就说明天 因为未来可能 不确定的事 咱不说 咱不说 等到时候再说 是吧 我最近其实 最近这些年 采用到时候再说的一个策略 已经减少了很多被埋怨的次数了 这不叫做怕被埋怨 这叫做聪明 这叫聪明 你知道不 直接尖了 狡猾狡猾 但要反骨齐比几何时 5比5 平衡配置 平衡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我们做的其实非常平衡 就是我们也不过分的看度 也不过分的看空 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做的特别平衡 但这个市场始终会有失衡的人 一人心的人 平感觉的人 平直觉的人 平直觉的人一定会失衡 他们失衡就是我们的机会 你们能理解吗 他们的失衡就是我们的机会 如果所有的人都平衡 所有的人全部都做得很平衡 那么 我们就没有机会 但是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未来5年之内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竞争力是明显的 很明显的 未来5年内 等到未来5年 咱们再往后看5年 其实我说的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人性如山 山都屹立几千年了 所以人性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也不说5年就没有人性了 但这个5年变化还是很大的 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将来咱们再说 但是呢 我有很强的 其实我原来也跟大家说过 我有很强的这种预感 就是中国股市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 会持续在高位 你想逢击买入不存在了 持续的高位的意思呢 就是 比如说从现在两天多点 站到一万点 甚至一万五千点 然后始终在一万到一万五千点活动 不会再回到什么两千点三千点 这种走势了 好吧 学员充值在6月20号吧 6月20号有 年 上半年的最优惠的活动 618活动 由于618是在周日 所以我们改到6月20号 上午10点 好像是七五折 部分的是 就是这个 最优惠的那个是七五折 只限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6月20号的上午10点 好吧 高位也不怕 只要买入就涨 不是那个逻辑 这怎么说呢 如果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 你可能会后悔 为什么没在低位买进去 如果有一天 巴菲特 是吧 可口可乐 三百块钱 那么你可能会后悔 为什么在三块钱的时候不买 如果你有一天 你发现你有三块钱的可乐 可口可乐 还怎么涨跌 怎么涨跌 是吧 甭理它 三块钱买的可乐 巴菲特现在的可口可乐 每年可口可乐给他的分红 都给他当初买入的 资金量要大 对吧 不理它 那股市也是一样的 曾经有一个股市 给你一个分离买入的机会 但是你没有珍惜 当你失去了它 才后悔莫及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此 如果给你一根次的机会的话 你会最低点说 我要卖 如果给这个机会 加一个期限的话 赶紧买 靠靠靠靠 只有一万年 好了 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周一 开盘 建议乃入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自负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